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一些市场不受清明假期的影响 基本上这种市场是属于非官方开辟或者规范的市场 所以它继续会产生许多金融讯息 有些讯息很值得玩味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谈谈清明时节问鞋价 为什么清明时节要问鞋子的价钱呢 跟大家看一个图 这是我们今天的封面 这个图的左半边是一双李宁牌的运动鞋 那么它的型号叫做韦德之道第四代 这个韦德大家都知道是NBA的球星 李宁为了产品的销售 或者找了韦德当了代言人 主题的名字是万金战靴 有一双迷人的眼睛名视的这双韦德之道第四代的鞋子 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鞋子呢 因为清明时节 这个官媒 杨视网 新华网 对于国内一些二手鞋市场的变化 有一些意见 什么意见呢 就是一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从几百块被炒到将近五万元一双 那万民哥个人的看法是认为 有炒房 有炒股 有炒茅台酒 那炒鞋的事情也不是中国所独有 那当然一定也会有人炒运动鞋 炒国产的运动鞋 这种事情其实是司空见惯的 尤其中国人对于炒作商品 其实向来不落人后 国外会炒 中国人更会炒 那官媒对这个事情呢 当然他有他的立场 他是担心 这个鞋子过度的炒作 会扭曲市场 会形成一种歪风 会影响青少年 他们的价值判断等等等等的 有文化的意义 有社会的意义 但是很多事情呢 有的时候不能够太过于犯道德化 就是什么事情都从道德的标准出发 因为你从道德的标准出发的话 那天下就没有任何纷争了 可是人的社会就是这么复杂 有了钱以后 你说他作怪也好 或者他追求特定的品位也好 可能就有一些炒作的情形出现 所以讲到这边 万民哥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白居易所写的诗 白居易写这首诗 其实是形容唐代中叶以后 当时的人们开始懂得欣赏牡丹花 就是把追求美丽的牡丹花 当作是一种身份或者时尚的一种表现 那也反映出经过盛唐 到了中唐以后 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老板是开始有时间 有钱 也有需要去追逐美丽的牡丹花 所以这首诗它其实写得非常长 万民哥截入其中最有意思的几段话 跟大家念一念 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尘自然皆诺狂 这两句大家都知道 这个牡丹花从花开到花落 也不过就是二十天的时间 就是花季就是二十天 但是洛阳城或者说重要的城市里头 大家都真的去买牡丹花 欣赏牡丹花 然后品评这个牡丹花 三代已还文圣值 画风一转 三代以来文圣值 什么意思呢 三代就是夏商周 夏商周基本上在中国儒家里面 是把它当作中国政治相对比较美好 道德情操 相对比较受到重视的年代 白居一讲到这边来 就说夏商周以后 一般人越来越重视表面的事物 表面的浮华 那么对于内在 或者对于本性来讲 就不是那么重视 《论语庸野篇》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论述 就是孔子讲过 职胜于文则也 就是一个人太过于普直 而没有经过文化的熏陶的话 看起来会太粗眼 那文胜于职则使 但是如果太注重外表的这种儒雅 就写得太虚伪了 所以孔子认为 人应该什么 文职彬彬 文职彬彬才是真正的君子 所以白居写这个 死三代以还文圣职 这个是有一定的典故 人心重华不重职 就是一般的人心 受到三代以来文圣于职的这种风气的影响 一般人越来越注重外表 而不注重一个人的内在 重华直至母丹方 这个重视外表的这种美丽 可以看大家追求 母丹花的这种风气 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这个其来有见非今日 这个不是白居所处的年代 中堂时候才发生的 是从三代以来慢慢形成了 那白居这个诗写到这边 又画风一转 缘和天子续农商 缘和天子是谁呢 缘和是唐献宗的年号 就是我们现在的皇帝 就是讲唐献宗 这个人非常注意老百姓的生活 还有经济发展的状态 当时是农业社会 所以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 当然就是种残养三男跟女之 就是缘和天子 种农商 蓄下洞天 天降降 就是天子因为非常注重老百姓 非常注重名末 所以上天也受到了感动 所以就降下了祥瑞的这种各种事物现象 去税加和 生九税 你看一个稻税长出来以后 它可以分长出来九个稻税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很奇特的品种 这个异变的结果就表示 农业生产非常好 田中寂寞无人治 但是即使碰到这么好的品种 出现也没有人去关心 这个稻税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这种生产力 今年瑞麦分两期 今年一个麦子可以分出两个麦税 这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 君心独喜无人之 无人之可叹喜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祥瑞的事情发生以后 只有皇帝在关心 只有皇帝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一般人沉溺于追求牡丹的美丽 根本忘记了农业生产 其实这个事可以反映出来 官媒去批评 炒作运动鞋的这种歪风 他们的一种出发点 就是希望金融市场 老百姓从事各种金融投资活动的时候 可以回到实体经济 就像是当时的皇帝 希望大家多注重农业生产 粮食的生产 保障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得饱 穿得足 心情是一样的 但是作为一个统治者 他有这个期待 但是老百姓他居于生活的需要 或者多元化的这种需求 或者追逐特定的利益 天子注重农业生产 希望他们都好好的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有一部分人却注重牡丹花这个市场 它所带来的各种机会 因为有人喜欢牡丹花 他一定也可以创造出这种商机 所以你可以看到白居易这首诗 用来反映 后来用来凸显 官媒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似乎很值得这种玩味 但是什么样的鞋子能炒 什么样的鞋子不能炒 或者鞋子该不该炒 这个唐代还有一个诗人 叫做张又欣 他也写了一首诗 叫做牡丹 这个张又欣很特别 这个大家都知道古代人书读都好的话 叫做连众三元 或者三元吉利 这个三元指什么呢 就是指会元 谢元跟状元 他指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相试 或者近试考试 参加科举 最后到殿试 连续都得到了第一名 叫做连众三元 张又欣是历史上在西元八百一十四年以后 第二次连众三元的这种近诗 他写了一首诗 牡丹一朵值千金 就是一朵牡丹花就非常的贵重 将未从来色罪生 就是一般人都喜欢深颜色的 比如说紫色红色的牡丹 就不喜欢白色的 如今满蓝开四雪 但是我今天院子里的牡丹 都是白色的 开得跟白雪一样 也很漂亮 一生辜负叹花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张又欣的意思认为 牡丹不应该给他分 哪个颜色好 哪个颜色不好 其实你从心里头去欣赏的话 每一朵牡丹都很漂亮 从这个话来看的话 就是运动鞋 它有运动鞋的功能 官媒认为运动鞋 是用来穿的 不是用来炒的 就像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一样的道理 但是从商品行销的角度来看的话 要创造一个品牌的附加价值 这些小众市场 所产生的一些炒作现象 是政府乃至于一般人 必须能够理解跟容忍的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李林韦德之道 第四代 银白色的鞋子 炒到了48,894元 你要讲它离谱 也的确很离谱 但是它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背后的崛起 就是国潮时代 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国潮逐渐形成一种概念 过去所谓潮 所谓时尚 都是舶来的品 都是舶来的观念 就是外来的观念 但是现在中国自己 也开始主导或者说影响 时尚潮流的这种变化 因为时尚潮流 其实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其实某个角度来讲 它比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更重要 我们讲的硬实力 包括GDP 科技创新 军事实力 工业生产力等等的 软实力是什么 就是文化创意 或者一些创新 对新事务的引导 对市场的定义 这些能力 还有对于整个流行文化 它的话语前 你说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你现在去吃麦当劳 你现在去买耐克的鞋子 或者看国外的电影 这些就是你觉得国外的这些软实力好 你愿意花钱去享用它 它代表的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也是一种红利 接下来这张图想跟大家说明 李宁的鞋子到底贵不味 最上面这个图有一双鞋子 这个鞋子是1984年 这个篮球大帝乔登 当年参赛的时候 出赛的时候穿的鞋子 一双 54万美元 它的型号是L Jordan 就是乔丹的第一代的篮球鞋 是经过乔丹穿过的 所以有乔丹的价值 可以卖到一双54万 那没有穿过的呢 没有穿过呢 是底下这一双 这个是21世纪以后新出来的 听说叫做红色十月系列 一双最贵呢 卖到17万美元 因为这双鞋子 这个生产出来或者设计出来 它本来就不是用来穿的嘛 所以官媒讲说鞋子是用来穿的 但是由这个乔丹的 或者Nike的红色十月 这双鞋的定位来讲 它真的就不是用来穿的 它就是用来收藏的 所以只生产了100多商 那收藏家拿到这个鞋子以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 它在转手卖的时候 它可能可以涨了好几倍 所以据说这个鞋子刚出来的时候 是一双1万5美金 但现在市场行金已经较到17万美元 那这个价格是不是炒出来的价格 外民歌不予置评 大家可以思量一下 到底鞋子是不是都是用来穿的 除了穿的以外 难道它没有其他的价值吗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国内第二大的运动服饰品牌 李宁这几年了 从这个成立 这个一路走来 它的这个营收变化 这个李宁大家都知道了 是我们这个体销网址 它自创的一个品牌 创立这个品牌以后呢 曾经走过一段时间的辉煌 是国内最大的运动品牌 但不幸的呢 到了2013年 随着产品还有消费群的这个老化 它也一度对不对 这个进入谷底 但这几年 李宁透过国潮的这种操作 在业绩上 这个突飞猛进 2020年的时候 营收创的新高达到了144亿 叫2019年成长了4% 你可以感觉到 李宁他搭上的这波国潮的浪潮 他所掀起的这个风云 有很多专家 就是分析李宁这个过程 认为2017年 李宁到纽约 到巴黎参加时装周 把他的品牌 把他的设计 带到国际舞台 的结果 很快地给他创造了 很多的这种品牌跟无形价值 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操作 其实是非常精密的 我跟大家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全世界 这个最大的运动服饰品牌 耐克 它的这种营收状况 你可以发觉 这个耐克的这个营收 2020年的时候 来到了374亿美元 比2019年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稍微有点衰退 但是整个历史走势看起来的话 几乎都是一路成长 也代表运动服饰 这个商品 还有它这个市场 它的影响力 还有潜在的这种价值 这个是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市场 都不能够忽略的这个商品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2019年的时候 李宁参加巴黎时装周的时候 他这个所展示的服装 那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 这个李宁呢 试图建立 这个中国李宁的这个形象 把中国李宁呢 穿在身上 能够得到这个肯定 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消费国产品牌 大家都觉得有点土味 都是觉得年纪大的人呢 才去买国产的品牌 因为去买李宁的时候 可能有一种 对李宁的一种崇拜 或者另外的一些情愫 那从时尚潮流的角度来看 这个品牌有一度的确 是走上老化的这种现象 但是呢 透过呢 对于年轻消费群的这种行销 或者产品设计这种感扬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国产的运动服饰品牌呢 这几年可以说是 这个历经图治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涉及到品牌的操纵 就是品牌操作好的话 品牌的价值高 那相对呢 它的商品价值也高 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更是耐人寻味 这是国内一家品牌的建价公司 它对国内运动品牌的价值评估 认为排名第一的是安踏 第二名呢 是这个李宁 这个都是国产品牌 那接下来呢 是耐克 是这个 埃迪达斯 等等的 但是呢 这个是品牌的价值 那反映在市场上的时候 我们看 左边这个图 在国内 这个运动服饰品牌 最大的品牌 还是耐克 占了22% 埃迪达斯占了20% 这个安踏占了16% 李宁呢 占排名第五 占不到10% 跟国内这家所谓品牌建价公司 它的这个排序来讲的话 反映在市场上 好像出入还蛮大的 那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国产品牌 至少在国内市场 它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操作 好像不太什么震荡 外民应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耐克这么大的市值 其实都是中国制造的 它所有的产品 不都是中国的企业 帮它生产的吗 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劳工 付出劳动力 帮它制造出来的 但是呢 它透过品牌的操作 比如说找这个 明星运动员来代言 等等的方式呢 创造出这么大的价值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呢 对不对 为了耐克 卖命 这个 牺牲自己的休假 还有生活福祉 但是真正赚钱呢 是耐克 耐克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 庞大的体育产业 还有品牌的操纵 来支持它的这个价格 所以了解了运动 服饰这个商品 这个市场的内涵以后 我们再回过来 回来看 这个李宁第四代鞋子 被炒到一双四万块 大家会觉得很贵吗 很难说 我们看这双是 李宁跟安踏 国内两大品牌 这几年 它市值的变化 在全球的排名来讲 当然第一名呢 就是耐克 第二名呢 是埃迪达斯 但是安踏呢 现在也排名第三了 这个李宁呢 现在呢 也排名到这个第六的 但是以中国 这么样庞大的市场 只要你有实力的话 国产品牌将来应该 还有更上一层楼的这种空间 我们看这张图 万民跟四的帮大家找到了 这个是GDP跟服饰类的 这种市场 他们所做的一个比较 这个服饰市场 有童装 有男装 有女装 还有这个体育服饰 红色的这个曲线呢 就是体育服饰 它的这种成长的这种状态 那蓝色 灰色啊 或者紫色 这是其他类的服饰 他们成长的状况 你可以发觉 多数的情况之下 运动服饰 在服饰类的商品中 它的成长率都是最高的 这是中国的 美国的义附如此 所以这个市场啊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们在看这张图 是国内的研究机构 试着把运动品牌的形成 以美国为例 从1960年 这个所谓全民运动 这个观念 慢慢崛起以后 它的这个发展的状况 在1960年开始算 到1990年 这个叫做概念型消费的市场 到了1990年以后呢 进入了这个所谓的体验消费市场 体验消费市场跟概念型消费市场 最大的不同在哪边呢 第一个它的专业性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品牌体验的这种感觉 我穿这个东西除了要好用 可以达到我专业的需求以外 我还希望呢 有一些无形的价值 让我穿起来觉得更有自信 那这个东西就是品牌商 它品牌操作的功力 当然这个背后 还有很大的文化因素了 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品牌 它的品牌操作 会有这么高的成就呢 就是美国的运动产业相对的 叫中国的运动产业来得发达 整个美国社会经济文化 它的发展状况 也比中国来得更早一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还在追赶的过程中 我相信未来的李宁的运动鞋 将来还有可能再创历史记录 虽然有人认为鞋子是该穿的 不是用来炒的 但是我相信多数的观众 或者投资人一定会认为 其实除了穿以外 必要的时候也要炒一炒 才能够凸显这些商品 它特殊或者无形的价值 也可以彰显一个国家 它代表时尚潮流的这种话语权 跟影响力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